嗨,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呢,给大家介绍一本《江热水》编著的一本书 叫《湖上吹水路》 这叫绕口 这本书呢,是我去去年吧 我在广州期间,在一家书店里面 它是一个开放的书店 里面有茶仙,也有休闲娱乐的设施 同时呢,还有开放的各种书架 你可以随时的取悦 那么了,我就无意当中翻到了一本《湖上吹水路》 是《江热水》编著的 通过这本书的简单的介绍呢 我了解到,它和我是一届的 都是79年考虑大学的 那么它呢,是79年入学 正好赶上了《读者》杂志的 也叫做《读书》杂志的 《读书》杂志的正好也是79年创刊 所以说这本书呢,就是江若水先生 从1993年给这个杂志投稿 精选出来的20篇作品 这个《汇集成册》的 所以说我非常有幸偶然接到这本书 并且呢,就在广州的这个图书店 也就买到了这本书 我比较珍爱,所以我包了书评 那么当时呢,比较打动我的呢 就是他这些书啊 他这个书里面的每一篇的文章啊 都很有意思 也就是说,从他读书 你说他是读书笔记吧 他还有自己的很多的心得 你说他是读书心得吧 他还有很多的考据 你说他是考据吧 他还有很多 关于他读书的这个前后 和这本书的这个来龙去脉 以及对作者的这个剖析 所以说呢,可以这么讲 我认为这是一本 在目前啊 我很少见到的这么有思想的这么一本 这么一本书 叫做《无上吹水路》 非常有思想的一本 这么一本书 所以说每次翻看的话 都能够和这个作者产生共鸣 而且呢 也能够使我 这个 思绪万千 也能够引起我的浮想 也使我边看 边有一些 这个 自己的 这个思想 的火花呢 也会产生出一些 这个微弱的光 所以说 休闲之余 坐在这个 树下 打上阳伞 读读这个 江若水先生编的这个 《湖上吹水路》 一篇篇翻简 一篇篇看的 还是 就是说非常的有感觉 比如说吧 咱们这 我举他一篇的一个 每一篇啊实际上内容都很好 我们很难 哪个就不加精彩 哪个就不加精彩 其实都不错 其中啊 他有这么一篇 这个咱们容易引起 不明白 就是说 言简易干 大家都明白 就叫做鲁迅的生态学 这个就很有意思 他说鲁迅 是一位生态哲学家 或者说 一位环境思想家 听上去很奇怪吗 他自问自答 他说 听上去很奇怪吗 我们听起来也很奇怪 是吧 鲁迅不是 我们的一代骑手吗 是吧 他不是文化先锋吗 他不是投向 黑暗社会的一把匕首吗 哎 怎么成了一位生态哲学家 或者说是一位环境思想家了呢 邱若水先生 他肯定揣测到了我们的心思 所以说他自问自答他说 听上去很奇怪吗 那么我们就来读他的故事心编吧 看来啊 他是从鲁迅的故事心编里 的另外一个视角 读出了鲁迅了 是一位生态哲学家 或者是一位环境思想家 后来你把他这篇文章 仔仔细细看完呢 哎 你甭说 还真是那么回事啊 也使得你了 对鲁迅呢 又有了另外的一个维度的认识 同时呢 你也不得不折服于 这个邱若水先生的读句会 和他读书的方法 使我们呢 非常的这个受益 具体的内容 我就不说了啊 大家有兴趣了 可以找到这本书呢 翻翻这个相应的 这篇文章 当然 还有呢就是 还有一篇啊 这篇文章 叫做 《性史无证》 《正史无信》 也是关于故事新编的 后现代议题 这个呢就带点满满的哲学意味了 你看 它叫做《性史无证》 《正史无信》 《故事新编》的后现代议题 这个看起来呢 就有点深度了啊 而且呢 这个思想性呢 也会更强一些 所以说你看着看着呢 你就被这篇文章呢 就吸引住了啊 这篇文章呢 也相对来说了 也是它这个收编的 二十篇目录里面呢 就是说比较 比较长的一篇啊 因此上说 在这本书的里面呢 它在结尾的时候啊 它就引用了这样的一句话 它说这个 像史上的大哲一样 《长大欢喜得大自在》 《长大欢喜得大自在》 这个呢 所以我说它有的时候 就对你会有些隐身的作用啊 它的这篇文章呢 是原载于读书的 2007年第12期上 被它收录在了这个 《湖上吹水》 吹水路里面啊 那么 当我看到它这个 《得大自在》这句话的时候呢 我就特别想知道 这个《长大欢喜得大自在》 出处 后来呢 曾还被我给查到了 所以我当时拿铅笔啊 做了一下简单的这个标记 标注 你看这个啊 简单标注 有可能看不清啊 我给大家简单念 这个呢 这个呢 是 查到呀 是 题目叫做《慧性上人》 啊 它是这个 施祖亲 啊 钦差大秦的亲 施祖亲 那么这显然 显然是个佛道宗人啊 就像施永信一样啊 就是 所有的佛 佛家弟子啊 他就 把自己的性呢 就都用施 来表示了 说施永信啊 这个呢叫做施祖亲啊 是个宋末原初的一个人 一个人物啊 叫施祖亲 呃 在这个 《慧性上人》啊 这里面呢 他写到啊 叫做 慧性通呼 不是 叫慧性呼通 啊 差别无碍 七纵八合 得大自财 笑 笑 微乘 转 浑身 隐落 胡胡 云水脉 问识人 会不会 明白一句子 便 必 无瑕 力诸 绝累 嗯 嗯 那么这个里面呢 他就有了这句 就有了这句 得 霸自在 但是他前头呢 是 七纵八横 他前头呢 是七纵八横 呃 七纵八横这个词 我们现在听起来也很熟啊 因为在我们的这个国家政策里面 呃 在这个建设的这个呃 呃 用词里面啊 经常也会提到这个七纵八横啊 啊 那都源自于这个 这个 世祖亲啊 也就是宋默元初这个人 在慧性上人里面所提到的啊 呃 呃 所以说他的这个呃 呃 他的这篇文章啊 也就是说 他的这篇叫做呃 呃 性史无正 正史无性啊 故事新编的后现代议题 但他说了很多内容啊 都颇有起义 所以说哎 越看越上也越看越上 只是说看到最后的时候啊 他的最后一个自然段吧 最后一个自然段呢 他说到这个 狂人日记 将中国五千年历史归结为痴人二字 而故事新编里 给置换成吃饭 鲁迅对历史的看法 从早期啊 俊极转变为晚年的通托 曾经多次说自己想玩玩的鲁迅 终于在生命的最后阶段 集中的以一系列大话文本 将世界历史把玩于鼓掌之上 像史上的大哲一样 尝大欢喜 得大自在 那么因此他说呢 哎 我就是说 这个得大自在 啊 隐身啊 考证了一下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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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处 啊 这个出处 总之吧 他能够使你有很多新的思想 新的感悟啊 呃 这本书呢 真的是 我感觉是 目前啊 在出版界啊 很少见的一本 具有自己思想性的这个东西 注意啊 是他自己的思想性的东西 啊 就是说 他有思想 而且是他自己的一种思想 而且 他自己的思想呢 对你还有所起提 哎 对你呢 还能够产生一定的碰撞和共鸣啊 让你呢 也能在他的这个思想基础上 延伸和发展 就是这样的书呢 还是不多见的啊 所以说今天呢 就是说 闲来无事吧 给大家推荐一下这个 《江若水》 《湖上吹水路》 这念不通啊 那么大家可以到网上到书店啊 去找找看有没有这本书 我建议大家呢 买一本啊 当时 我买这本书的话呢 因为它是一个 就对他来讲吧 他这本书不多了 所以他就 就那么一两本啊 所以说 他是给我打了折的 这本书的原价呢 是36块钱 啊 36块钱 他当时给我打的价了 好像是20 好像是27块钱啊 嗯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买到 如果有可能的话呢 我建议还是大家 买这本书去读一读啊 如果买不到了 大家可以到这个网上 找见那个电子图书呢 哎 通过电子图书去读一读 蛮不错的啊 因为我不可能把这本书 都细的 讲一遍吧 哎 那么好 今天就 录到这里啊 谢谢大家 哈哈